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HTML基本框架的构成 那么在我们上节课中我们了解到了 我们的HTML语言实际上是通过一个监括号 来把我们的一个字符标记成我们的什么标签 那么具体每一个标签的具体内容和含义 也就是它的语言意义是什么呢 是由我们HTML这个官方手册上会告诉我们具体的一个描述 那么下来我们每一个同学都可以按照我们现在基本框架中 每一节课给大家介绍的一些标签 去到我们的官方手册上去寻找每一个内容 它所代表的一个具体意义 那么慢慢的熟能生巧 我们在课堂中可能更多的来介绍一些比较常用的标签和常用的属性 那么对于一些不常用的属性和不常用的标签内容 大家可以在工作中慢慢的去积累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么在这些标签中 我们首先来先说第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HR的标签中 我们说它主要的目的是来定义我们的什么 文这个HTML页面 就是网页展现页面中的什么隐藏部分 就是头部信息 就相当于不是在我们主体信息 让用户看到的信息 那这只是一个建议 而body的这个选项就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把我们用户能看到的信息尽量定义在什么 这个主体部分 让用户能够看到我们这个什么白色页面中的内容 就在body上定义 正常来说理论上这样做 但是我们刚刚在实验中已经发现了 我们可以把什么任意标签 是不是定义在任意的位置上 然后是不是也能达到让用户看到的效果 对不对 所以说只是说我们这个是相当于HTML给大家的一个什么规范 但是你可以不可以不遵循 当然可以不遵循 但是不遵循就有一个坏处 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团队开发或企业开发中 可能不是你一个人开发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在阅读你的这篇代码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什么 奇异 或甚至给别人带来一些不是很好的什么感官 就是感觉有一点不伦不类 所以我们尽量遵循语言意义所表述的概念 然后把我们需要描述的内容放到我们的什么 对应的位置上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学到的一个第一个标签 叫什么叫Title Title 好那么这个Title标签 它也是一个双标签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标签放到body里呢 同时我把这个标题改成我们自己想要的名字 比如说我们现在改成123 好我们保存一下 好那这个时候大家看我们回车过后 看我们这个地方的效果 你看一样的是不是也能看到123的效果 对不对 所以说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字符究竟代表什么意义 实际上是由它最挨的最紧密的标签来什么 来进行语意描述的 那具体放在哪个位置上呢 实际上这个body和hood其实是可以随意放的 但是我们在工作中是非常不建议用这种写法来做的 就是一定要保证我们让用户看到的主体一定放到body里 而让什么浏览器进行一个什么内部解析或者是隐藏起来的信息 我们全部放到什么hood里头 包括以后我们会看到的什么装修信息啊 我们的动作的信息啊等等这些啊 全部放到hood里头 而不要把它放到什么body和hood混为一谈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我们html中的另外一个比较重要概念 就是在标签的后面一般来说会跟一些属性 那么这个属性我们是该如何去用 或者它的语法现象是什么样呢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首先呢我们找到html的这个手册啊 那这个手册中呢其中有这么一个选项叫html属性啊 那么这个属性中呢 这个部分列出的属性是我们所有的标签都能够支持的一种属性啊 那么属性该如何去用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那它的属性的语法现象是什么呢 是这一列就属性名 然后呢加上一个等号 然后后面呢跟一个字符串啊 跟什么呢 跟一个这个描述这个属性后面所需要的一个值啊 具体什么值呢 你可以点开这个属性 然后去查看里面的一些内容 那好下面呢 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 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属性 叫什么lan属性啊 也叫language的一个缩写啊 那这个属性的作用呢 大家主要是以了解为主啊 因为工作中呢 我们很多时候这个语法呢 可能都已经被很多ide工具 已经被把它集成起来了啊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lan属性是什么回事呢 好我们看一下啊 是在这个地方啊 叫lng对吧 它是规定元素内容的语言 那么这个语言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的互联网呢 是全世界的啊 所以包含了中国英国啊 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语言 可能都要可能会访问到我们的网页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网页可能是用中文描述的 但是可能这个时候呢 别人可能在英国 或者在别的国家或外国啊 用他们自己的计算机 访问我们中国人的网页 那这个时候肯定 他看到的肯定是中文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有没有可能 他通过某些工具 比如翻译工具 他自动的帮我们 把我们现在网页里的 含有中文元素的意思 翻译成他所在机器的语言呢 那所以说这种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属性 给我们约定的 就相当于我告诉你 我这个地方定义的是中文 那么你需不需要翻译呢 根据你的什么浏览器 或根据你的这个解析器 他的能力决定 如果他能支持就翻译 他支持不了 那就自然而然也就翻译不了 对不对 好我们来演示一下啊 看什么原因呢 怎么做呢 首先来说 LNG呢 这个属性一定记住 它是所有元素都可以支持的 就是所有标签都可以支持的元素 但是呢 一般来说我们的网页 因为一张网页 一张网页 肯定是一个语言为主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很少 在这个标签里头 单独的去写 这个language的 这个什么 这种属性 很少写 一般来说都在哪写呢 在我们的html这个标签上进行输写 因为这个标签一输写呢 就相当定义了后面 这个包裹里面的所有的什么 字符是不是都是属于这个语言的 那么你要想翻译 那么自然而然就用这个什么语言 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的方法了 对吧 好我们来写一下啊 那么这种属性的写法呢 是这样的 首先是属性名称啊 然后用一个等号 然后呢再加一个双引号 双引号呢 就是说我们来写一个字符 具体双引号里面填什么 那么我们一般都可以在属性中 点击它的一个什么链接 看一下它的一个例子啊 或者是看一下它的什么 给我们提供的这些内容啊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language 后面等号呢是一个什么 比如说是一个缩写啊 这个缩写这个缩写呢 当然这个指的是法文的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 那么它具体的 比如说具体这里面跟什么字符呢 我们可以什么呢 可以在这个地方 你看属性值 你看属性值是这个值啊 指的是什么 等号后面的这个东西 而等号左边呢 是指的是属性名 然后是属性值啊 好 那么属性值具体有哪些 一般来说都很 可能我们都不需要去记啊 到处查到就可以 那么有些常用的记住它就行 比如说像语言 现在我们当然是中文对吧 那么当然我们就可以找到语言代码称号 点一下 好 那这个时候你会看到 那么在这里头呢 就会含有一张什么 非常重要的张表格 这张表格呢 其实就是看我们是什么语言 然后用什么样的什么缩写码 来进行定义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中文啊 中文的话 那么我们的语言编码呢 其实就是缩写成z h就可以了 那所以说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底下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中文 那么我们直接写成什么 z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浏览器就会知道 哦 原来我现在访问的是一张什么 中国的语言编码 中国语言描述的一张什么 网页 对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对方是什么 是别的国家 那他就可能会有一个 调用浏览器的一些什么 比如翻译的功能 来帮我们做进行的什么 方便阅读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阅读器呢 它可能都具备了什么 自带翻译的功能 比如我们Google的crime浏览器 它也就自带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现在给大家来举这么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title 咱们标准一点 咱们重新的写到这个hard里头 然后呢 把我们的里面的hello这个内容 还是放到我们什么 我们的那个body里头 好 那这样的话 就这个文章呢 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什么 英文 那么英文在哪呢 一样的我们去找什么呢 还是在找我们的这个地方的表格看 English 然后是什么 en 所以这个单词都完全可以不用记 然后呢 只要去查到型号 你看我输入en就可以了 说明这个时候呢 好 我们保存一下 说明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 HTML的编码的语言描述是什么 是英文 语言描述是英文 那么这个时候 浏览器就会知道 我是用英文来读的 但是我现在呢 很显然我在中国 所以说这个时候 它就会 什么呢 会调用它浏览器中 如果有翻译功能 它就会调用 好 那下面你可以看到 下面我重新刷新这个网页 大家来看一下 好 你看刷新 你看这个时候 是不是这个时候 浏览器会自动的判断出 此网页为英文网页 是否需要翻译 看没有 也就是说 我增加了这样的一个属性过后 是不是就更加的 让浏览器更好的来认识 里面的什么 这些字符的一个语言意义了 对吧 因为它是英文的 问我们是不是翻译 对吧 那么这当然是谷歌浏览器 它自带的功能 可能很多同学带的 其他浏览器 它可能不一定有这个功能 所以说你们可以用 那个Chrome浏览器来试验一下 当然这个翻译 如果是谷歌的 那个浏览器的翻译 它肯定是调用谷歌的服务 那么如果是 大家没有再用 那个VPN翻墙 去查看我们的 这个浏览 我们Google的话 访问不了 所以你这个时候点翻译 可能是看不到这个效果的 然后我这面 实际上是已经可以上到外网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这点翻译过后 好 那大家看 你看它是不是就会自动 把英文翻译成中文 然后会把Hello翻译成你好 对吧 然后我们当然可以显示 原始网也叫Hello 对吧 好 你看我重新刷新一下 你看它是不是就自动判断英文 对不对 好 如果说我现在把它变一下 我不叫EN 我叫ZH 那么是本身我就是中文的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我再刷新一下 大家看 你看它是不是就不会再谈 对吧 不会再谈 对不对 那我们再看看像百度这些的 它其实没有写 没有写的话 它可能默认就是一种什么 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网站 就是它可能是中文 然后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一个编码来做 就是它不进行语言判断 这样的话 它就不会再去调用什么 所谓的什么 中文英文的这种什么翻译插件了 所以说这种 其实属性的主要目的 其实也是在什么 加强什么 这个标签里面的什么 语言意义 对不对 那相当于我们在HTML中 在把这里面的意义再加强成什么 是英文还是中文 对不对 是这样的意思 方便我们什么 阅读器 就是不仅仅是可能是浏览器 也可能是我们后面还有些 专门的针对特殊人群的阅读器 它可以帮助它更方便的阅读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就跟我们原来说的一样 那么在基本框架掌握的了解过后 那么你看像这个部分 是不是也是个属性 对不对 具体这个属性什么名字 到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再去查一些 查询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什么 就是我们这两个部分 其中绿色的部分 我们说一下 绿色这个部分 我们称之为叫什么 叫注释 注释 怎么叫注释 那么注释这种语法 大家有个知道就行 以后我们会用一些ID工具 会帮我们快速的注释 而不是说我们每次都要写 我现在我们来简单说一下 这个语法现象什么意思 所谓注释就是浏览器 不会去解释它 而是让谁 让人只是方便去阅读它 比如说你看像我们腾讯中 就会看到很多的 类似像注释的东西 你看检查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玻璃里头 大家看 你看是不是就有很多的 类似于像这个绿色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 你看实际上在我们的 这个浏览器里头 是不是根本没有显示出来 对不对 那么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在于 这些内容 都是让谁去看的 让我们人 就程序员去看 而不是让浏览器去解析的 那么这种注释 是给人去方便 人去对这个代码进行定位的 比如说你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告诉你 后面的代码是登录框开始了 然后这个是登录框结束了 对不对 所以这样在后期 我们调试程序 和程序员开发的时候 会非常的方便 好 那么所以注释的语法 是什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我上面可以写一个什么 随便的东西 比如说AABBCC 这些东西 然后我要想注释 只需要把这个内容 通过一个符号包裹就行了 什么包裹 什么符号 还是什么 还是紧 还是一个监括号开头 然后加上一个碳号 就只要加上碳号过后 那么这个语意就已经发生了什么 改变 它就不是属于标准的什么 标准的我们的什么 那个就是那个标签了 那么然后接下来加什么 两个横线 横线 然后呢 要把这个注释的内容呢 还有个结束 对不对 所以再加一个横线 然后再加一个监括号 好 那你看这个部分 就会把它什么 浏览器就不会解析 也就是说你看 我现在写了这个东西 但是呢 我刷新我的页面 你会发现是不是 这个内容是不会显示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注释 注释的最主要目的什么 是方便我们阅读 比如说代码很长 可能是有几千行 那这个时候呢 我只需要根据注释的内容 我可以很快的定位 每一个代码的什么 一个范围 一个范围 好 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 关于我们的什么 注释的问题 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在我们的标准文档的 结构框架过程中呢 这是注释 这是我们html的证文内容 加包裹了我们的头部 和主体部分 对吧 好 那么其中最上面呢 有一另外一个标签啊 这个标签呢 我们称之为叫文档类型标签 同样的这个标签 跟我们注释标签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它是唯一的 在我们html标签中 允许兼括号加碳号 这样的一个组合的这个符号呢 它具备一个单独的意义的一种符号 就是原本来说 小于符号加碳号呢 正常来说应该是一个注释 对不对 但是呢 后来发现呢 我们小于符号加碳号呢 后面又加了一个叫docotype的 这样一个东西呢 我们称之为一种标准的一种 是吧 标签了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标签中 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特别还注意了 你看这种标签就是我们的什么 文档类型标签 而这种加了两个减号的标签 那么我们称之为什么 注释 所以这两种一定要区分 千万不要把这种当做什么注释了 那么关于docotype中呢 它的文档类型中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类型呢 大家呢 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给大家的一个 关于html历史的一个文档介绍 那么对于我们现在呢 我们就重点去记住 docotype呢 我们其实很简单来写 就是写一个html 那么这种标签写完之后呢 就告诉浏览器 它现在支持的是什么 我们的html5 这个版本的什么 语法概念 那么在很早之前啊 我们的规范还没有完全落地之前啊 就很多厂上都有很多规范 那么具体规范呢 你可以看到还有一些像 像这种类似的写法啊 很长 那么这种写法呢 在之前工程师来做网页开发的时候呢 往往来说也不需要记 一般都是找到文档过后 直接复制粘贴 比如说它的现在呢 浏览器呢 可能在只能支持四版本的 好 OK 它就直接复制粘贴过来就行啊 那对于我们现在学习来说呢 我们不建议大家再去记忆这些东西了 而且呢 咱们只需要有一个大体的认识 了解到 我知道这是原来是因为什么 历史原因会有很多什么文档类型 就可以了啊 那么我们现在更多的关注点 其实就是放着什么 html这个关键字就行啊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像百度啊 那就是一个什么 现在支持html5的一个概念 对吧 你看淘宝啊 我们看一下 那也是html5对吧 然后我们的腾讯啊 我们看也是html5啊 所以说现在呢 基本上很少才能见到像我们后面这个文档中所写的这些内容了 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部分呢 我们重点现在就不需要再花很多时间去记这些东西了 咱们只要知道有一个这样一个标签就行啊 定义我们后面文档的一个什么语法标准啊 然后呢 知道因为历史原因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更复杂的标签定义 那么这种呢 会逐渐逐渐的会淘汰掉 感谢观看